我明明就有把身体停起来啊 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说我驼背 就是你心里面常常出现的OS呢? 上部影片有说到驼背要矫正三大部分 那今天就来说一下驼背和圆肩的关系 大家好,我是姿意 你能够正确的区分什么是驼背,什么是圆肩吗? 驼背顾名思义 就是在我们的背部有个像驼峰一样的隆起物 而圆肩指的是肩膀的位置 在身体中线的前方,并且向内旋转 虽然说字面上的解释不一样 可是在日常生活看到的,其实是相同的 而日常久坐办公,并有玩手机 或者是健身过度训练胸肌 都有可能让你导致圆肩的问题 最下面提供两个检测动作 帮大家看一下你有没有圆肩上面的问题 检测小教室 评估是否肩膀往内转 从侧面看,刮一条身体重心线 肩锋落在重心线的前面 表示有圆肩的问题 从后侧看,双手自然垂放两侧 手肘后侧的骨头面向的位置 应该要指向身体的后方 如果是朝向左右两边 代表有圆肩上的问题 形成圆肩最主要的原因 是前后的肌群不平衡 前侧胸大肌胸小肌太紧 那后侧的肌群没有力气 已经很积极地去训练后侧的肌群了 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改善圆肩呢? 你是不是用了以下的动作去训练你的背呢? 这两个动作都是属于阔背肌的训练 阔背肌虽然是长在后侧 可是它负责的也有肩膀的内旋以及内收 和前侧的胸大肌胸小肌的肌群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你用了以下的方式去训练你的背肌 反而会使得你的圆肩更加圆 一开始本来想要练成韩手法 去慢慢地往美式的猛男方向靠近了 所以如果要改善圆肌的问题 最好的训练方式应该要先训练我们的肩外转的肌群 那在训练之前可以先放松我们前侧的肌群 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 放松调整小教室 第一个动作胸大肌胸小肌拉伸 这个动作一开始要找一面墙 呈现弓箭步 拉伸右手则右脚往前 手肘呈现90度 放在墙壁上肩膀不耸肩 接着身体慢慢往前 感觉到前侧胸口紧紧的 就往对侧边旋转 那动作可以拉伸到胸小肌 那如果要拉伸胸大肌的时候 手可以慢慢往上抬到120度 注意屁股不要偏移 停留30秒每天二到三回 第二个动作是阔背肌伸展 一开始要找一张椅子高贵姿 手肘放在椅子上面 手肘向耳朵靠拢 慢慢的将屁股往后坐 胸口往下压 直到头放到手肘之下 这个动作停留30秒 每天二到三次 如果说手肘会痛的的人 可以找高一点的椅子 或者是桌子 或者是墙壁来代替 第三个动作是肩膀旋转肌的训练 这个动作一开始 做到椅子上三分之一 脚踏实地 手肘夹紧身体90度 大拇指朝上 在做动作的时候 前臂打开肩胛骨向后夹 拉动弹地带的同时 拇指要朝向后方 感觉腋下出力 则停留5秒 反复做10次 动作当下 手肘不可以远离身体 第四个动作是肩膀平举的旋转肌训练 这动作一开始要肩膀抬高不耸肩 上臂呈现90度 接着抓紧弹地带 做往后旋转的动作 在旋转的过程中 上手臂不要往下掉 感觉后侧有出力的之后 则停留5秒 反复做10次 如果家里面没有弹力带的人 则可以拿小哑铃 或者是水瓶来做替代 总结一下 很多人想要改善圆肩 会不小心用到练阔背肌的方式去做 阔背肌的动作 因为跟前侧肌群的动作是相同的 使得越练你的圆肩会更加往前 改善圆肩最好的方式 可以先从练旋转肌群开始 那第二 在做训练之前 而且我们可以先拉伸胸大肌 胸小肌群 使得我们的肩膀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再去训练旋转肌群 才可以达到示范功倍的效果 第三 如果你做这些动作真的很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去找专业的物理治疗师 来帮你调姿势哦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按赞并分享给周遭你的朋友 下一部将教大家如何训练核心肌群哦 请按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的下一部影片哦 拜拜